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基后不久 已到圣旨传遍全国 所有基姓全部改姓为周 以必皇帝名讳 中华诸多姓氏 为什么皇帝会选择将基姓改为周姓 而不是改为其他姓氏 基姓与周姓之间又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从华夏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到商朝统治天下的一千多年间 皇帝的直系后裔 因长期居住活跃于积水流域一带 便以积作为姓氏 后来 古宫胆赴 皇帝的第十六十孙 率领部落向南迁徙至周地 建立周国 这正是周姓有史可查的新篇章 然而在传说中 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皇帝时期 便有周姓氏 便有周姓人的出现 这个宣元皇帝 他有一个大秦他叫周昌 他的后人 姓周 姓周他目前来说 世纪来说 在没有真正的缺帖了他的后爷的资料 如今 周姓的主体 主要源于周朝贵族基姓 公元前十一世纪 存在六百多年的商帮朝 已经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 西部的周国迎来了一位新任首领 姬昌 他就是后来周朝的奠基者 周文王 根据唐代普蝶专著元和姓转的记载 原本姓姬的皇帝后代周文王 以封帝的名称周作为自己的事 周姓出自姬姓 是皇帝的直系后裔 由此看来 一千多年后 唐玄宗李隆基将天下姬姓人改为周姓 也就顺理成章了 继位之后的姬昌 广求天下人才李贤夏世 他遇到一位钓鱼的神秘老者 被其一番治国大论说服 便邀请他做丞相 老者却提出让姬昌亲自拉碾车的要求 求财心切的姬昌亲自为老者拉碾 八百步后才停了下来 这位老者就是后来著名的军事家江太公 传说中 周王朝之所以得以延续八百年 就与周文王拉碾的故事密切相关 公元前1056年 姬昌灭伤的心愿还未完成 便因病去世 周文王姬昌将一生奉献于灭伤大业 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为周朝真正的创业主 他推演一经八卦 所著的周易成为中国朱子百家之源 对自己的后世子孙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1046年 历经十年的努力 姬昌的儿子周武王终于在江太公的协助下建立起了周王朝 三年后 武王激发病逝 他的四弟周公丹 辅佐年仅12岁的周承王继位 为了巩固统治 周公丹在都城浩金的东边 迎建了一座城市 从此 一座名为成州的城市修建起来 成州位于落水之畔 地势平坦 土地匪沃 四通八塔 立于船地正令 作为周王朝东边最为重要的城市 周公丹将象征王权的九鼎安放在这里 根据传说和部分史书记载 大宇在治水以后呢 他把天下 当时的天下分为九州 广聚天下的之铜 融聚了九鼎 这九鼎呢 就象征天下九州 所以后来就有人讲 得天下者都将九鼎呢 视为国宝 那么周朝建立以后呢 周公丹就打算把这个九鼎呢 从商都的昭哥 搬到周朝的国都 浩京 也就是今天西安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这个九鼎啊 非常非常重 据说啊 当时用了很多很多的人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拉到了今天的洛阳 那么准备继续西去的时候呢 这个鼎啊 就怎么都拉不动了 啊 于是呢 周公就说 这个鼎定洛宇定有天意 时至今日 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的 市标建筑 九龙鼎 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 这个对于周王朝的发展 曾经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 也成为了周市的圣族之地 在河南省洛阳市顶南路东侧的周公庙 也叫做元圣庙 就是为了纪念杰出的政治家和儒雪先生周公丹 他于陕西齐山 山东屈腹的周公庙 并成为我国三大周公庙 是周姓族人寻根祭祀先祖的圣地之一 三千多年前 周公丹正式在这里 将周朝的领土分封给宗亲功臣 册封天下诸侯 制作礼乐 宣布一套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 开启了中华数千年礼仪文明的先河 如今 在洛阳市的大街小巷里 随处都可以寻觅到周市十足的印记 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王城广场上 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 都会看到一座天子驾六的雕塑 它的下面正是二十一世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 它有着东周瑰宝 举世无双的美誉 以马匹数量来划分等级地位 只有天子才能坐享六匹马拉的马车 这正是周里的真正体现 伴随着朝代的更迭 周朝的子民便纷纷改姓为周 为的是纪念国家和提醒子孙不忘祖根 史书上记载有关周姓的原流 错综复杂 同一血脉衍生出不同的知系 它们分别尊周公淡和后来的周平王 周庄王为始祖 和中国的许多姓氏一样 周姓的原流除了以国为姓之外 还有少数民族改姓而来 北魏时期代北地区的普乃市 赫鲁市 北周时期的普屯市 都有人改周为姓 还有唐朝时期 唐玄宗李隆基未必名晦 将当时的姓姓人改为周姓人 在当代 周姓以2544万人口 名列中国百家姓排行榜第九位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2% 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苏、四川、湖北、 山东、浙江、河南等地 其中湖南为周姓第一大省 周字在甲骨文中 形似种满庄稼的田园 表示圈地而众之一 本意为封地而建 化界而众的围墙 这正是分封制度的一种体现 在周王朝的统治之下 诸侯林立等级分明 封国土建诸侯的国家状态被确立 虽然分封制在周朝初期 巩固了王室的统治地位 但在数百年之后 他却使得周朝经历了中国历史上 最为动荡的年代 春秋战国 这一时期 随着周王室势力的减弱 各地诸侯群雄纷争 混战不休 最终 周朝在秦国的蒸蒸铁旗下 走向了灭亡 周王朝的末代天子周南王被贬为平民 千至淡姑 被当地人称为周家人 后来周南王的子孙便以周为姓 这是周姓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 秦汉之际 周南王的一支后裔千居佩郡 并追随同乡刘邦起兵 为建立西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支周氏家族已无险家 多数人被封为将军 侯爵甚至丞相 形成了显赫一时的佩郡周氏 当时 这支周氏家族中出现的一位大将 创造了中国内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他就是周南王的第五师孙周雅夫 判警第三年 吴王刘弼、联合楚王、赵王等七国发动叛乱 警地派大将周雅夫领兵平叛 叛军正在猛攻梁国 梁王告急 多次向周雅夫率领的主义军求援 出人意料的是 此时的周雅夫却率兵绕过梁国 直奔东边的昌义 坚守不出 尽管靖帝和联王 几次下达命令 叫周雅夫去支持联王 但是周雅夫呢 因为提前跟靖帝说过 表达过他的意思 所以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一直绕到罗杨 走到山路 戒断了叛军后路 戒断他的领导 这时候叛军呢 就是工程已经没有力量 有没有反车 就反过来打周雅夫 周雅夫呢 提前就有这准备了 所以联帝的复兵 马上就把这个叛军打乱了 在叛军乱的过程 有派的精兵自己追 把叛军全部消灭 短短三个月 周雅夫便平定七国之乱 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地位 严谨善战的周雅夫 曾经驻军西柳 因军容整其威严而闻名 于是他的后人便将西柳作为唐号 形成周姓西柳唐 周雅夫的父亲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周伯 祖先为圈县人 后迁徙之配 历史中的周伯 在推翻秦王朝 建立大汉王朝的战争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周伯为人憨厚忠诚 汉高祖刘邦在去世之前 就将其封为太尉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汉惠帝即位 但是朝政大权 却落入其母吕智的手中 这位野心勃勃的太后 重用吕氏族人 担任朝中重要职位 形成了庞大的外戚集团 汉朝宗师地位 岌岌可危 五年后 吕后并逝 太尉周伯 与朝中重臣密谋策划 一举诛灭了外戚吕氏势力 对汉初政治的安定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一度被封为丞相 周伯周雅夫父子 在西汉王朝的政坛上 都官至相位 在军事方面 两人才华卓越 周雅夫更是成为了 佩郡周氏中 武将的代表人物 随着汉朝政局的逐渐稳定 休养生息成为天子的治国之道 以军功起家的佩郡周氏 也因此开始走向衰落 同一时期 在佩郡西边三百多公里外 另一支周姓家族迅速崛起 并形成周氏又一大郡王 这就是以文贤家的汝南周氏 西汉初期 朝廷为成寺周氏香火 特封周南王的后裔周仁为汝坟侯 四号正宫 因汝坟地势低洼朝时 周仁又迁至汝南郡安城县 并在当地形成有名的旺族 为汝南周氏 以周仁为始祖 因居住地的不同 汝南周氏又分为安城周氏 和汝阳周氏两支 东汉入学大家周举 孝连方正的周系 三国东武四英节之首的周瑜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之宗周虹正 以识人出名的周郡 才华行义的周乙周松兄弟二人等 都是汝南周姓家族中的知名人物 汝南周氏人才辈出 成为当时周氏家族的一支独秀 名满天下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 汝南周氏在繁荣的同时 不断向四周迁徙 出现众多分支 形成不少新的周氏郡旺 先有旧八旺 后有新十旺的说法 汉魏时期 周姓八大郡旺 为汝南、佩郡、陈流、寻仰、临川、鲁江、泰山、淮南 除了佩郡、汝南不济 旧八旺中的其他六旺 都出自汝南周氏 而在南北朝时期的十大郡旺是 永安、河坚文安、临汝、华阴、河东坟阴、清河、江陵、长安、河南、昭州 其中 永安、河坚文安、临汝、河东坟阴四个郡旺 也源自汝南周氏 由此可见 汝南周氏的繁荣兴旺 唐宋时期 连续多年的军阀混战 以及金兵的入侵 促使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周姓 大量南迁 主要迁往今天的福建、浙江、广东 其中 以浙江为主要聚居地的众多周姓旺族 又向西北方向迁徙至湖南稻州 并在当地形成望族 道周周氏 北宋中期 这支周氏家族的一位族人 深受先祖周文王周易一书的影响 成为了中国理学的开山始祖 他就是周敦仪 著名理学家 陈浩 周敦仪的这篇《爱莲说》 严静古今文人对于莲花高贵品质的赞美之情 因晚年见莲西学堂讲学 是称莲西先生 周敦仪酷爱莲花 在他看来 世间唯有莲花 端庄正直 清高不凡 具有君子风范 生活在世俗 而不为世俗所物 正像他的文章所写的那样 周敦仪本人也有着莲花一般高洁脱俗的品质 因而周敦仪这支周氏家族便以爱莲为唐号 历史上周敦仪的后裔不断向四周迁徙 形成新的旺族 据称成族者有五十多处 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 就都是周敦仪的后人 如今 在广东 湖南 浙江 江苏等地 均有周敦仪的后人聚居 有的家族甚至立有 莲西士泽 积水加生的族使对联 以免怀先祖周敦仪 汉士均荣推细柳 宋朝礼学上联西 周亚夫周敦仪 亦武亦文 成为了周姓族人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这一天 在河南省洛阳市区 来自全国各地的宗亲代表 汇聚在了周公庙 为的是迎接即将举行的一场周公礼乐文化大典 周公礼乐文化展示活动开幕 周中信周敦仪的第三十一世孙 他是这次活动的策划人之一 周公定定在洛阳他就是看中洛阳这一块风水暴地 三千多年前周公旦正是在这里通过智礼作乐 完善礼法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巩固周朝的统治 国有国法 主有主鬼 家有家训 忠孝 正心 教育后人如何为人处事 是周氏家族的家训 从千禧始祖到现在 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百多年 我们这个四祖就是万安四祖叫莫 从安徽五湖前到登峰牡丹沟 像我们这一个子系 就我们这个文区这边这些人都居住在罗阳宜兵区大庄村 这一个子系 这个子系都在这个遗传下周国 周中信研究周信文化已有十五年 对于今天的文化大典 它最为重视的活动项目是家蒲展 这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姓氏的家蒲 这次周中信将家传的 源自清朝末年的家蒲放在了这里 家蒲中清楚地记载着 自己的祖先正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 开山鼻祖周敦仪 为了这次家蒲展 周中信特别绘制了周氏世系图 从远古时期的皇帝开始到周文王 再到周南王 之后是周伯 周亚夫 周敦仪 直到现在的万安周市 周队他就是两个孩子 老大叫瘦 老二叫陶 为什么 那边下一个行 行是他的义字 周行他以后他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要 他老大孩子周瘦他是六个孩子 要他的老五叫集中 国际给周行了 周行了以后到这边 叫我就是周氏老五孩子 国际到这边集中他的后代 他老二孩子叫陶 向陆许周恩来 他就是周陶的后代 五百多年前 周氏族人开始在洛阳落地生根 形成万安周市 如今 在周中性生活的大庄村里 周性人口数量已有两千多 从末开始 这边是周沟两千多口人 加上这个前到 雄县 乱船 如阳 登峰 即外省吧 外省的人都不多 这个都是 每个县都有一个两个小自然村 加上这个我们 这上一辈 这边有一个叫四万 四家万 这个仔细 现在是仅一万人 就是 这是五百多年前 到现在 这是仅一万人 这次的周公礼乐文化大典 将要维持一个星期的时长 周中性作为万安周市族人 为了更好的传承 与发扬家族文化 一直努力着 如今 周性在今天台湾地区百家姓中 排列第二十一位 主要是在明末清初 从福建广东迁入 以汝南武宫二支周氏家族为主 武宫周氏是由元代改姓周氏的 苏卓周后裔移居而来 汝南周氏则属北宋末年迁居福建的河南故事人 周宗贵的后裔迁徙而来 周性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华人姓氏之一 遍布东南亚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国 主要由居住于广东 福建 海南等地的周性人迁出 如今 他们有的以周文王为始祖 有的以文王先祖后继为始祖 有的则以文王四子周公诞为始祖 各地不一 不管尊谁为始祖 这些周性人都是周朝王氏侯裔 从周文王的哲学著作周易 到北宋周敦仪的理学思想 今天的周性人 依然传承着先祖留下的家族遗风 在无尽的时空中继续贡献指挥 创造光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